欢迎来到节度老哥的频道 我们今天又来谈一谈SIM FIRST 之前叫做SIM CITY 就是罪恶之城 欲望之都 或者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叫它吗 现在我们叫做宇宙之都 欲望宇宙 或者罪恶宇宙 什么都可以 反正我还是喜欢叫做欲望宇宙 好吧 然后我们就叫它叫做欲望宇宙 今天我们的欲望宇宙又出来了什么更新 然后我们就来继续更新一下吧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喜欢更新这些项目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它的出的就是它里面的 就是里面的建筑嘛 就是说你怎么去建造建筑你的土地 然后这是慢慢来的吧 以后它游戏如果真的出来以后应该还是挺给力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就是唯一我不喜欢的就是说 为什么每次有的时候展示的时候都喜欢用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背都弯掉了 为什么要用这个 用一个好看的角色不行吗 然后这里面就是背包里面的像这些砖块啊 这个是什么 银色的东西是什么 不知道这个是壁漏 还有水啊 沙子啊 卖啊 还有金条好像嘛 然后这边的话 好 大家可以看见啊 它以后你的土地就是说你可以挂饭去卖 或者就是租给人家 或者你自己可以建嘛 然后它这一页显示出来就是说 有可能就是说以后在游戏里面 你就直接可以买土地了 这个这个屏幕的话就是买嘛 说明说你在游戏里面直接可以在游戏里面交易的话 也是挺好的 就是省去了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嘛 然后我们的游戏专家现在在建他的建筑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这个是底部砖块嘛 然后现在他在建墙 把自己给围起来 这个是个小门 能不能把你塞进去就不知道了 要做这 这是窗户 可以爬窗进来 偷通机 还要建两个窗户 一个窗户就够了 两个窗户 这个门 这个门 上面怎么那么多空间啊 很容易被人撬进来 这个建筑建的太烂了 太烂了 还不如我去建呢 哈哈哈哈 好吧 那就展示了一点点嘛 就是说他以后 就是会更新一下 但是这个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环境啊 周围的环境都是挺给力的 而且地方都很大 以后如果打几战来的话 我觉得挺刺激的 几十个人在这边打枪战 枪战如果把环子打穿了 你说要不要修复 修复要不要钱 嗯 有点意思 好吧 今天也就进来给大家更新一下 他的建筑的展示视频嘛 但是这个角色实在是很奇怪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角色给换掉 你看这样 腿弯弯的 然后他这边想干嘛 你看 腿弯弯的底部还翘得那么高 对吧 哈哈哈哈 好吧就这样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谢谢大家